主席各位同仁還有各位內閣團隊的成員 今天是立法院第八屆第三會期的開一日 也是江院長上任後第一次到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 面對去年經濟的不寢氣 經濟成長率多次的下修 江院長上任後如何帶領人民跳脫過往之低迷 開創全新的局面 是江院長要面對的重大挑戰 但令人振奮的是 昨天國際上台灣之光 李安再度獲得奧斯卡的最佳導演獎 那麼在經濟上主席處 日前也上修了去年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 以及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 其中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的成長率初步統計為3.72% 今年第一季的預測也會有3.26% 如果按照行政院的標準 基本工資將在連續兩季經濟成長率突破3%的情況底下 渴望獲得調漲 面對居高不下的物價 民眾的經濟壓力將可以稍獲得舒緩 但是能否從此跳脫高物價的威脅 仍有待內閣團隊的努力 此外江院長就任的時候曾引用論語學而篇中的 平而樂道 富而好理作為他的施政藍圖 但其實今天多數的民眾仍然期待政府可以打造一個均富的社會 江院長過去擔任物價小組的召集人 應該深知高物價對人民生活經濟的影響 因此未來要如何穩定物價 提出合理的油價電價計算公式 發展國家整體的經濟 讓民眾充分感受到為民政府為民心力的用心 讓台灣的未來充滿創意希望 是江院長的重要任務 除了物價之外 年金改革的議題 台美替法赴談 核四議題 自由經濟示範區 都是新內閣必須面對的議題 江院長提出創新變革作為施政主軸 主計處也將於8月正式公布台版的國民幸福指數 這個指數可以作為政府施政的指標 也是執政黨政府施政的成績單 不過本席認為 過去政府曾經調查過台灣的十大民怨 如都會區的房價過高 電話網路詐騙的氾濫 求職不易及失業問題 毒品衝刺以及民生物價過高等等 這些與民眾切身相關的問題 至今仍有待大力的改善 江院長可以透過他的執行力 規劃力 溝通力做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方不負民眾的期待 也是檢驗新內閣施政成效的指標 總而言之江院長所帶領的內閣團隊 究竟是傳承還是創新 所謂的創造 溝通 變革 新內閣團隊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發揮如何的成效 國人都尹謹期盼 新的一年 新的內閣 本席在此 可以接受到一半 祝福 刀 溝通力做到一半 以後有的主性 積光的 一個比較大 主性 且 一個比較大